已经知道sine theta等于是三分之五 而且tangent theta小于零 那么tangent theta减掉secant theta等于多少呢 好,sine theta呢 是正的 所以我们知道 theta有可能是第一向线 或第二向线 但是tangent theta值是负的 所以theta呢 有可能是二或四向线 所以结论起来 我们的theta呢 是属于第二向线 所以我们做一个第二向线的参考角 好,sine theta呢 这边sine theta 十三分之五 sine就是r分之y 所以我们r的地方取十三 y的地方取五 好,十二、十三 是我们常用的三角形 在第二向线 所以x的部分加上一个负号 那我们把三角形 方个角度来看 r的部分是十三 x的部分是负十二 y的部分是五 好,那我们现在要求的是tangent theta 剪掉secent theta 好,tangent的部分呢 就是十二分 负十二分之五 好,那secent呢 secent呢 是负十二分之十三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来计算 十二分之负五 加十三 所以是十二分之八 好,那我们经过约分 所以就等于三分之二 所以是珠这个选项 变成量的变中 是不离转移车的 是就不离转移转移车呢 是不离转移车的